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多是火箭的传统区 是火箭躺着都会赢的选区 所以他们根本的不用服务 只是需要拔好就可以轻易的骗到选民的支持 你看那个交赖的国会选区 已经被火箭罢了三十多年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交赖 说了塞车 塞车 还是塞车 很重要 所以我要讲三次 有时候还要面临淹水的那个威胁 说到这里喔 笑笑还是真的是 有点可怜马华一下 不懂是要可怜马华啥勒 还是要可怜马华过于君子务实 马华辛辛苦苦靠务实公硕 可是那个火箭只是靠那把很厉害的嘴 呼呀吹就赢了 所以你讲咧 公不公平 这些呢我们是时候做出改变 尝试换人做做看 其实事事也没有关系的嘛 你想想如果交赖注入政治心血 心电孔 或许交赖可能会换来不一样的前景 小小想想说的是 很多人呢总是投赎国家 被一些政客搞得乌烟瘴气 但是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做出改变 所以现在我们倒不如趁这个大选 考虑新人 考虑让马华有冲劲有才干 形象清新的新兵 让他们当选 就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 为选区带来不一样的前景 小小我也认为啊 马来西亚应该学台湾 让政党轮替一言换人成为一种平常事 让马华做给你看 说不定还有不一样的惊喜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